-未 Estamosanim keVCH 大家好我們是 過瑩兄弟 今天帶著演技是不是可以比較憔悴一點阿 Suddenly 憔悴也天氣冷阿 你看 天氣冷喔 因為大家看 Depth's to Gentle 因為牠看牠敞其實有點像是 秋天的感覺 就是 秋天啊 然後有個 Logo 你看我們現在 已經離那個一百年已經有 大概一千一百多天了嘛 是不是 我們現在要給大家看就是說 雖然我們剛好這個姚爐 現在要剛好在翻修 那為什麼姚爐要翻修呢 我問你 問你啊 為什麼要翻修 欸 一反問我 好 姚爐通常翻修 因為波魚姚爐 它在經過 長時間使用 一定有所謂的 損 損失 那它會有三個情況 一個是呢 它可能 剛 後 後 它過太久了 那需要 做一個環境的翻修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它所謂裡面的耐火磚 也是跟玻璃膏接觸的部分呢 因為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玻璃的溫度很高 那很高的情況下會怎麼樣呢 因為輕蝕 那輕蝕到一段時間呢 就是要停下來做冷修 這每七年的話 或是十年會有一個小修 或是大修啦 對 大家有看一下運氣啦 那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運氣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生產部的大家 或是包括我們兩個都可以去學習一下 是不是這樣講 好 那我們來大家看一下一些難得且寶貴的畫面 OK Let's go OK Let's go 我根本就沒戴安全帽 認真 寻草的弟弟看起來好帥喔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帥啊 我都完全準備好了 手套安全帽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帥啊 蛤 我沒可能沒這麼說 你剛才覺得自己很帥啊 這是你的專利 OK 自己藏 這都是你自己藏獎的詩 OK Let's go 這邊在換班 然後在提醒說 下一班人都直接 現在我們抓大家 加油 加油 然後我們再抓蟹刀的蟹 因為你知道嗎 現在它流塞的溫度啊 有達到大概1600到1700度這麼高啊 所以沒有水會怎麼樣 沒有水的話 你周圍的設備 搖爐的設備 以及激電 其實都會有些危險 所以我們需要水不斷的注入 讓它冷卻 這樣 這樣才是導致 讓它達到一個安全的作用 所以沒有水的話 它的設備就會壞掉 對不對 會喔 我大概 有一個剛脈牙場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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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夠的學習過程對不對 真的 時間看還蠻多 那你剛剛 該不會搞到 這個地方 什麼 我通常 要到3000以上 3000左右 可以了 3000嗎 3000 差不多 好的 這個畫面感是非常震態的喔 所以 上面的玻璃刀它掉下來之後呢 我們都會 就是要不斷地去翻動跟翻球 這樣玻璃刀會卡住 好不好 因為 玻璃刀在 它掉下來呢 它溫度還是非常高的喔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溫泉一樣般的蒸氣有沒有 所以溫度記得這麼高 我們過來看看好不好 你看 我好像正氣一樣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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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覺得這個溫度好像很高對不對 大家這個還好 好 現在導演就是說 它拿下來的 好 好 好 什麼東西 然後它就是 產出來的時候會怎麼樣 好不好 好 好 拍下這裡給大家看一下 好 所以呢 經過了剛剛的溶解之後呢 它的溫度已經下降了 現在下降已經變成說你手去摸對不對 它不會止燙的溫度 變真正的像是玻璃 就是 比較玻璃的結晶體吧 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結晶體呢 然後這個結晶體呢 就可以再重新溶解 變成新的玻璃 好不好 所以這是一個 循環再生你的概念 我們看一看喔 其實還是有點溫度喔 這摸起來大概有六七十五吧 會燙 還會熱 還會熱 你看看人 這樣放溫度一下 我們現在就當這個 熟透就不用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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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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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是一個神奇的旅行 很正經的畫面喔 是不是這樣看有什麼感想呢 我感想是說 玻璃它是一個非常需要實幹活幹的行業 跟金融業是不一樣的 金融業就是要搞一些操作 你知道嗎就是說 就像你在搞什麼操作是嗎 可是我們如果說今天是講狼人殺 來講話對不對 狼人殺就是說 金融業就是要不斷去搞一些 炸身份啊 操作啊 帶跳什麼之類的 可是製造業像玻璃呢 你就是要苦幹實幹 不管你是焊跳或是 站邊你都要站得非常穩 然後不斷地做 因為像我們蟹膏的話 其實那個地方的工廠那邊就暗掉了 其實那感覺好像就是 少了一些什麼熱情的感覺 這位基地 工廠瞬間就安靜下來 少了一些生命的感覺 可是工廠它就是要炒到 要有活力 要有活力 但我們兩個要炒來炒去 其實這件事情有活力的 可是我發現有一點 為什麼什麼事情都要套狼人殺 什麼都是梗 都要套狼人殺 最近就很喜歡打狼人殺 因為我覺得狼人殺這還蠻好玩的 沒有 要不然你都會套什麼 你都會吃東西 沒有啊 傳說對於你 神操作漂亮 你都吃到肚子都痛了 去看醫生 是因為這肚子痛了 然後後來發現說 他不是肚子有問題 他只是在肌肉拉傷而已 這就很好笑 腹肌拉傷 腹肌 好請各位觀眾看一下 他的腹肌在哪裡 你知道 你這在幹 後段說 Where is the muscle 你這在幹 Where is the abs 不想理你了 掰掰 好啦我們這次還在跟大家說個結論好不好 所以玻璃兄弟 這次的姚如的蟹膏之旅 給大家看一下 每十年夠青年才有一次這樣的光景 對不對 真的 應該是經驗吧 對不對 我已經快被自己的霧氣 然後用到手之類的 好啦那我就關囉 玻璃兄弟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